对怀疑有鼻咽癌的患者 首先需要做鼻咽镜的检查 鼻咽镜检查的好处是比较直观 镜子下面直接可以看到鼻咽部的情况 刷测鼻咽部是不是对称 有没有肿物 如果有鼻咽部肿瘤的话 下镜子的时候可以直接取得活检 对确诊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鼻咽镜的缺点是看不到准流周围收清的情况 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行相应的其他饮消血的检查 核磁对软组织的分辨率高于CT 所以说鼻咽癌的检查首选鼻咽部核磁检查 再下来就是颈部淋巴结的检查 可以行增强CT检查 也可以做颈部采钞的检查 颈部采钞相对要方便 而且价格上也来得便宜一点 但是很多晚期鼻咽癌的患者都伴有骨转移 骨头转移的诊断就需要请全身骨扫描的检查 这样的话也明确有无骨转移 最后一些鼻咽癌的患者也可以行PATCT检查 如果经济条件可以的话可以行PATCT 以排除其他的远处转移 但是PATCT的价格太贵 而且目前也没有入医保 不太作为常规的检查手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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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